今天采访终于进入第三天 我们也终于来到了槟城 而槟城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了这个崇明大地 因为郎外有话在疫情期间呢 在槟城走访了不少旅游景点以及餐馆 所以这次央视来到槟城呢 也到这些地方采访这些地方的老板 我们现在就去看幕后火星 因为当时我们重开的时候呢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开 所以说呢 林大师呢 他来到这边访问的时候 是帮到我们去广播 我们崇明大地已经重开了 采访队伍来到槟城的第二站 但是郎外有话有拍过的一厢饼家 也是槟城的老字号 因为已经有160多年了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们的拍摄 火星吧 云大师提起这个郎外有话的时候呢 我们都感到特别高兴 因为至少还有一点希望 一点东西我们可以做 云大师傅 采访队伍在槟城的第三站 来到云大师在槟城的家 我现在就让大家看一看 云大师在槟城的家的风景有多么的美 但是今天想起这个三国演义 里头有一个人是我非常敬佩的 其实这个人就是诸葛亮 当然诸葛亮我敬佩他的原因 还有崇拜他的原因 在不同的年龄的时候有不同的意义 云大师最大的优点让我值得学习的是 他是有一副的很慈悲心 很喜欢助人快乐的资本 所以他会造福了所有所认识他的人 接下来 采访团队来到槟城的 The EDITION digo Georgetown Hotel 就是我们廊外有化拍摄的其中一个地点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们的拍摄或许 酒店的顾客都是外国 外国顾客就在这个疫情时期就没有旅客 我们就需要给更多的本地人知道这个酒店 然后就通过廊外有化 帮我们介绍给更多的本地人可以知道酒店 第三天的采访工作就到此为止 我们期待明天的采访过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统文化 之前是为了传承传统文化 然后也是因为帅 然后就来学 非常感谢云大师 这一次来到我们高原 那么我们的学员除了可以说起经验 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 会当作一个文化的传承吧 会坚持下去 毕竟这个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历史来的 一个良好的传统 我们必须传承下去 去祝萝 夢 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在我眼中他是非常成功 但是他对我来说就很平易近的 就是不会说有那种价值 就是跟我相处得有可以融洽那种 感谢云大师在这个疫情之间 他们的拨款 直到天赋堂可以继续寄传下去 然后也可以照顾了大家 刚刚的活动好看吗 今天的鱼是精彩吗 今天是央视到来采访的第四天 也是是槟城的第二天 然后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在角夷的天赋堂 也即是云大师资助的庙仪 而我身后这一尊观音菩萨像 也是云大师送给这个寺庙的 而我们接下来就要去 槟城的最后一场采访地点 也就是Fox Taylor 而我身上所穿的这套西装 包括我在栏外有画里面所穿的西装 都是在那边制作的 当然它也是我们栏外有画拍摄的地点之一 我们等下见 感谢观看 在云大师的这一场 郎外有画的活动中 大师不仅让我提升了我的品牌形象 也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这家公司 在这里我很想感谢大师 感恩大师 今晚之后 中国央视采访云大师的拍摄工作 就到此为止 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这一档节目的播出 但在结束今天这个拍摄之前 我想代表云龙子旺财馆 感谢所有协助这一次拍摄和采访的 朋友们 客户们 以及伙伴们 谢谢您的帮助 让这一次的拍摄工作完美结束 我们下回见